今天的经文 有没有什么问题 21章的34节 最后一节 好有没有问题 好有没有问题 34节我们里面有两个字 一个是nonsense 一个是falsehood ok nonsense 比如说讲人家讲话是nonsense 就是说他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空话 都是没有用的话 都是废话 nonsense ok 我们批评别人 别人讲一些什么什么 我觉得他讲的根本就是不是真实的 这个全部都是废话 是没有必要的 你讲的这个都是不存在的 不真实的 这个就是nonsense falsehood呢 falsehood本身就是指一件事情是错误的 是谬误的 完全是错误的事情 是谎言 是假话 叫做falsehood ok 这两个字可以学起来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常常常会用到 然后 后面一句的这个句型 nothing is left but nothing is left but 这个句型我们可以学起来 OK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型 nothing is left 这个句型是什么意思呢 nothing is left but 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 仅仅是吧 只有仅仅是 只有仅仅是 还有呢 还有什么意思 只有像 不是吧 前面什么都没留下 ok nothing is left ok 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是不是 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他基本上 他的意思就是说 完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ok 只有only 什么什么意思 ok nothing is left 就是说 nothing is left of your love but deads 这个是什么意思 nothing is left of your love nothing is left but deads deads是什么 债务老师 债务 这个人结了婚 他的先生离开他了 nothing is left of your love 你的爱没有留下来 你根本没有爱 你就是留债务给我 ok 现在只有留债务给我 是不是 谈了一场恋爱 结果 留了一大堆债务给他 ok nothing is left of your ok so nothing 还有什么东西 is left but 什么 nothing is left of your academic scores but 什么 academic score academic score 是什么东西 so academic score 是什么 学校的分数 学业成绩 ok 你的学业成绩 根本没有留下什么 but 什么东西 but time wasting 什么叫 time wasting 老师浪费时间 对 你去读了个大学 回来 学业成绩都没有留下什么 你根本没在专心读书 你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but time wasting 浪费时间 你浪费时间 去过大学 混四年 大学玩四年 玩四年出来之后 什么也没有 ok nothing is left of 什么东西 but 只有什么东西 ok 这个句子叫有没有清楚 能不能理解 ok 就是你啥也没做 你就在那儿就是浪费时间而已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句子 ok 经文里面讲的句子说 nothing is left of your answers ok 你的答案里面什么都没有 ok 但是只有falsehood 只有这些错误 这些谬误 这些假话 ok 21章是谁说的话 21章 记得吗 21章是谁说的话 约伯 约伯 约伯和他的朋友 ok 所以22章又是朋友说话 所以21章说的是约伯讲的话 ok 所以约伯在对他的朋友说 你们这些朋友跟我说的什么什么东西 你们讲的这些处理怎么样 因为前面有 因为前面有console with console me with ok 用什么来抚慰我的心灵 用什么来安慰我 你们只是用一些废话来安慰我的心灵 ok 你们的答案里面什么也没有 是空的 只有假话 错误 广化 falsehood ok falsehood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 基本上 Job想讲的就是 他朋友安慰他的 一点用也没有的 你们讲的话都是打高空 ok 没有什么用 好 老师 老师 是 喂 Hello 嘿 请说 哦 那如果是 如果是everything 或者ambicin 放到这个这里 可不可以 不可以 nothing is left 就表示说 你的答案里面什么都没有 but是only的意思 只有falsehood 他基本上讲的就是 你说的都是falsehood 你说的都是假话 那不是可以 也可以这样 he said nothing but loving he said nothing but什么 but loving loving 那一个loving love吗 爱吗 love love 那个笑 oh loving he said nothing but laughing l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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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怎么样 he said nothing nothing but laughing l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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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yeah yeah okay 怎么样 跟这个句我们现在的经文有什么关系 nothing is 指的是什么都没有 前面否定什么都没有 但是只有 后面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差 让你觉得说 ok 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你说的这些话里面什么也没有 但是只有浪费我的时间而已 但是只有这个 只有债务 你没有留下爱给我 你只留下债务给我 ok 你这个只是一个句型 就是nothing but right 你这个nothing不可以用anything 不可以用什么something 不可以 因为它是要配合后面的but nothing is left but ok 这样理解吗 不一样的句型就是了 ok 不一样的句型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可以讲像这个counsel吗 counsel me so counsel me with your nonsense right counsel ok 我们 counsel是去安慰人家 但是这个counsel跟comfort不一样 对不对 counsel ok 我们讲 counsel with counsel谁 所以counsel中间是讲一个人 用什么来安慰他 用什么来安慰他 我们还有一个comfort 记得吗 没有人记得comfort confort me 安慰 comfort也是安慰对不对 那comfort跟这个 跟这个counsel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好像以前讲过了 ok confort跟counsel有什么不一样 想想有什么不一样 ok comfort 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精神上 ok 还有身体还有什么方面的 comfort 通常是比较有动作 比较是环境上的 大环境上的 比如说下了三个月的雨了 今天终于太阳出来了 这个阳光就可以说 comforts me comforts me 对不对 ok 所以我生气的时候 或者是我很不高兴的时候 我的老师来看我 他给我吃一块糖 这个糖就可以让我比较舒服一点 comfort me 有没有 comfort me 然后我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打击 或者什么样的时候 这个老师来怎么样 拍拍我 拍拍我 这个就是一个comfort right comfort ok 那counsel是什么呢 安慰 也是安慰 ok 他是怎么安慰呢 语言啊 还有一些话语 counsel比较偏向情感上的 ok 特别是一个人如果是遇到 比如说丧事 家里面死人啊 或者是一个人很悲伤痛苦 他遇到一个麻烦 我现在失业啊 这个时候 counsel 所以counsel通常都是情感上的 心灵上的 让人家很舒服 comfort比较偏向于外 外在的 比如说 有些你们发觉 有些小孩子长到两三岁 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拿着一块毯子 那个毯子是他从小就盖的 那个毯子可以是comfort 还是counsel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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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是一个 confort 还是counsel confort confort ok 所以很多有形的东西 环境的改变 然后让人或者是家添 什么东西在你身上 让你舒服 让你穿一个厚一点的大衣 让你盖个毯子 让你有条狗 让你舒服 这种都是comfort 比如说天气很冷 我多盖一条被子 本来盖两条被 现在盖三条被 that's comfort ok counsel都是情感上的 我遭遇到这种 家里面发生意外了 我怎么样怎么样了 然后 谁给我一些安慰 谁帮助我 跟我谈一谈 或者是怎么样安抚我 那种叫counsel 好 有没有问题 socounsel 跟comfort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 你用什么去counsel人家 就用一个with 有没有问题 老师 counselate counselation 对 counselation counselate 我们还有一个counselation counselation 是不是counselation counselation counselation 是什么意思 有点公问的意思 安慰的意思 安慰是吗 安慰一个人 counselation counselation 跟counsel 两个字 有什么地方 不一样 counselation 是名词 counsel 可能是动词 那种 that's right counsel with counsel人家 用什么来 安抚人家 安慰人家 counselation 指的就是那种 名词 ok 名词 所以叫counselation 一个是名词 一个是动词的意思 所以counselation 是一种安慰 一种慰藉 比如说 汶川地震之后 有些人 可能就 寻求宗教上的 ok 可能有人去教堂 啊 祷告啊 为他的家人 祷告啊 或者是做义工啊 这是他的一种 安慰 一种慰藉 so counselation 是counsel的名词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counselate 是领事馆 是吧 counselate 哦 counselate 你指的是那个 美国的 有counselate 看一下 好 counselate 现在在美 如果说 在 你们现在在 我不知道在 中国大使馆的话 领事馆是叫什么 counselate counselate 吗 好 counselate 这个counselate 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 注意字型的变化 ok counselate 这个是you counselate counselate 是他的 他的领事馆 ok 领事馆 那领事馆 跟大使馆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哪一种 比较大 大使馆 emphasy that's right ok 两个 emphasy emphasy 是大使馆 领事馆呢 就在它下面一层级 是吧 像中国在美国的 有一个大使馆 大使馆 一定只有一个 下面可能有几个领事馆 比较小的地方 ok 叫counselate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very good question also like an embassy ok 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经文还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ok 现在约伯记 Elyphas 他开始 就是约伯的朋友 他开始跟约伯讲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22章 他开始讲的东西 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他开始讲的 他第一个问题 问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 Can a man be of benefit to God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开始问 人对于神 有没有什么帮助 benefit 有利于神的 为什么要问这个 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 他想要 神是全凤 全主的神 他不需要人为他做什么 可能他就这个意思 他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 尤其是 为什么在Joke的身上 提这件事情 Joke的长处是什么 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Joke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不同有何物 是个blameless 他是blameless 还有什么righteous 所以完全正确 对不对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的长处在这里 我就针对你的长处 现在来讲 你有必要做righteous吗 你有必要要做这个 这么好的人 blameless吗 他在问这句话 所以有没有这种人 就是有的时候 哇我们看到一个人行为 多么好 多么怎么样 奉公守法 走路走直角的这种人 但是你旁边可能就有朋友说 你这个人怎么不灵活一点呢 你做的这么完美完善 有什么帮助吗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你以为老师就特别 特别喜欢你这样的人 以为你的主管 就特别爱你这样的人 以为神 耶和华就特别喜欢你这种人吗 OK 所以现在是从这个角度在切入 所以第三节问他说 If you were righteous 假如你是公义的话 神会更高兴吗 会不会 有没有 你会给我们的全能者 我们的神 有什么样的喜悦呢 OK 如果你是blameless 你都是无可指责的 你什么都做得很棒棒的 OK 那神又会得到什么 他说这话 现在能够看出来了 对这个约伯的心灵打击有多大了 刺激有多大了 是 是 前面只是攻击他 就是说 哎 你的人呢 就应该要怎么样 神会怎么样怎么样 OK 他只是讲 是人该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是完全针对约伯的长处去攻击他 约伯的长处 就像比如说一个妈妈生五个孩子 有一个女儿可能长得特别漂亮 特别勤奋 爱读书 特别会整理家务 特别会怎么样 有人可能就攻击他 你以为这样子你长得特别漂亮 特别喜欢帮你妈妈做家事 你特别勤劳 你特别会读书 你觉得你妈妈就会特别喜欢你吗 同样的道理 所以你知道撒旦有的时候攻击人的时候是非常伤害你的 他就是直接从约伯的长处去攻击他 老师他就是挑战约伯的最弱的地方 因为其实人有的时候不想同流合污的那些人 他之所以不同流合污就是他有坚持 而且他一定是很觉得很骄傲 就是他能不留同流合污 现在我就针对你这个品格来攻击你 你认为你不同流合污 你的神就特别爱你了吗 就特别喜欢你这种品格吗 你觉得你这样子不同流合污 你就能够比别人更高一筹了吗 所以他的两个优点 一个是righteous 一个是blameless 从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出来 上帝说这个人有这样两项优点 一个是blameless 一个是righteous 他是义人 而且他是无可指责的 现在呢 他的朋友就针对这个来攻击他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然后第四节问他说 Is it for your piety 为什么要问这句 你也是在挑战他老师 Piety是什么东西 Piety 虔诚啊 敬虔 对 那那些不同流合污的人 他其实追求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敬虔 所以他有righteous 他有blameless 他要讨神的喜悦 但是现在呢 这个美好的品德 美好的品格 反而到这个朋友攻击他 用他来讲他的缺点 跟他的痛苦 跟他 所受的这些苦楚 把他都连起来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很敬虔 所以神才斥责你 that he rebukes you and brings charges against you 我觉得他这个话语里面 就是带有那种调不离间的这种意识 完全是 这个是撒旦在做 对 他调了一件 这个约伯和神的关系 和主的关系 你看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很敬虔 所以神现在怎么样 他才要斥责你啊 你看 因为你所承受的这些苦楚 还有呢 他怎么样 他用这些作为一个罪名 来对付你 就是他朋友的劝慰 实际上 慢慢的让我们理解 就是一把软刀子 又夹在约伯的身上了 是的 你本来觉得你自己心高气啊 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不同流合污 我是因为我有爱神的品格 我是因为我尽钱 因为上帝说我是个义人 所以我要继续跟义下去 上帝说我是个无可指责的人 我要继续保持这种品格 这种行为下去 现在他让你自己生怀疑了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做 对不对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 上帝有特别喜欢吗 特别喜悦吗 上帝会得到什么好处 那你这样做 你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考49分 你为什么一定要考100分 为什么一定要考95分 凭什么呢 那你这样子 是不是因为你尽钱的关系 你表现出很尽钱 但反而招来 神斥责你 rebuke you and brings charges against you 神反而到 带来这么多的罪名 要来对付你 是不是啊 老师他的话里带的词 就是想砸这个座本 对 OK好 下面 前面是 is it 现在is not your wickedness great 他让他自我怀疑 该不会是你的邪恶 你这个罪面很大吧 OK 该不是你的罪 灵里面的罪 是无穷无尽的吧 这种很多人 如果定力不够 别人问这种话的时候 你马上就会怎么样 摇摇摆摆 你那里面就动摇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比如说 你跟先生感情很好 我告诉你啊 上个礼拜 我看到你先生 早上去买菜的时候 星期天早上买菜的时候 跟一个姐妹在讲话呢 我认识那个 那个就是我们家对门的邻居 好 然后下午六点半到你家 你现在还没回来吗 该不会 他是去跟那个姐妹聊天去了 该不会晚上去买菜 这个话一讲的时候 做太太的理念都会动摇 对不对 所以要很小心这种攻击 现在Job就是在受这种攻击 所以不要认为有的时候你的长处 你就哎我这个长处我是品格 我这是很清高很怎么样 他往往用你的品格 用你的长处来攻击你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世界有个 perial perial sudden perial sudden在哪一节 有22张 时间 时间 OK that is why snares OK 还有sudden peril sudden peril perial是什么东西 sudden是突然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sudden accident 突然有个车祸 突然发生的事情 sudden 突然的天气改变了 下冰袍了 这是sudden 从来都没有 很慢 都是很快的就来了 对不对 perial是什么东西 老师您说是突发危险 什么 危险 OK perial是一种危险的事情 OK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 是perial 这个perial跟danger 有没有关系 有了 应该有啊 perial跟我们的danger 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他开车 哇好危险了 差点撞到了 这个perial跟danger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他这个 应该主要是 他内心的一种恐惧 不是环境发生了危险 OK 好 他现在 这个 不管是snares也好 这些网络也好 其实都是一种比喻 都是一种比喻 那么光这个perial跟这个danger 这两个意思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谁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们常学的是danger dangerous 对不对 老师 这个perial是不是他感受到的 那个dangerous 是发生的那件事情很危险 是这个意思吗 OK perial这个字通常都是对生命 或者是对他的肢体 比如说你现在手马上要撞断了 脚马上要撞断了 或者是我得了新冠的 这种是perial 就是很大很大的危险 OK 很大很大的危险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里面来的 OK 比如说你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从 你骑着这种什么自行车啊 从一个 有的人从事冒险活动啊 从那个悬崖的边上 那个骑自行车 从那里冲下来 有没有 然后撞到那些石头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产生这种致命的危险 这个时候这种就是一个perial perial OK Danger的话 Danger的话我们一般来 Sorry Danger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就是说 不管是 不一定要生命遭受危险 可是那个对你来讲就是说 不一定是生命上的危险 可是 Danger可能就是对你来讲 有有危险 你会受到伤害 这种就是Danger perial是特别强调 你的生命上面 或你的肢体上面受到了危险 OK 比如说从事那种跳伞的活动 那个是很perial 那是perial 对不对 有的人或者是 得了一个特别的疾病 癌症或者他得了COVID-19 这是perial 这里强调的是 sudden peril terrifies you OK 为什么 OK 前面讲的他说 OK 22章里面讲这些所有的情况 OK 所以他就结论说 That is why snares are all around you 那些网罗陷阱 snares就是指网罗陷阱 all around you 在你的身边 连到处都是 好 那为什么 That is why 还有第二个why That is why sudden peril terrifies you 这种 极致命的这种危险 突发的这种危险 就让你非常的惶恐 That is why 第三个why That is why it is so dark you cannot see 这也解释 为什么你都 在黑暗中 都看不见 And that is why a flood of water covers you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洪水 来淹没你 好 有没有问题 22章谁在讲话 22章谁在讲话 他那个朋友啊 他的朋友 是不是 好 朋友就解释 OK 是不是因为你的罪孽很大呀 对不对 而且无穷无止无尽啊 是不是因为你做过以前做过什么错事啊 人不是完美的 比如说他以前家里不是 就家里面很有钱 很多的牲畜 很多的什么东西 你不是 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东西啊 或者是你把穷人的衣服扒光了 你是不是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 那些饥寒交迫的人 你没给他水喝啊 或者是你给挨饿的人 你也是扣住食物 没给人家 是不是都干过这样的事情啊 好 有没有问题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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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 可能有这种 或者说 某种东西 某种物质 这个我们人生 有潜在的伤害 比如说 哪一个字 你现在讲的是哪一个字 就是那个 对 对 刚才您不是说呢 还有一个 Danger吗 Danger 对 我觉得 Danger的话 可能 比较多的涉及到 一些 一些东西 或者说 一些物质 比如说 Danger schools 然后 比如说 我们 这个生活中 食安界 有很多的 危险物品 Danger schools 就是危险物品嘛 可能很多我们人会造成伤害 这样 然后 然后宁和国还有这个 Danger schools regulation 他们有这个专业委员 这样 就是 通常 危险都是比较 生命上的危险 会致死的 然后都是 非常非常危险 对你的肢体 比如说 什么事情是迫在眉睫 很快发生的 地震 水灾 什么 这些都是 危险 我感觉到它 可能比较偏向于 就是某件事情 某件事情 可能会发生 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 会危害到生命 是 没有错 那个Danger的 我指的是 某个东西 或者是 某个物质 某个东西 某个物品 它可能会 威胁到我们 这样 也不会 因为Danger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我现在 比如说 我现在做地下导 你现在赶快 给我去通知 某某某张三 He is in danger He is in danger He is in danger 他现在情况很危急 所以Danger 通常是指 那个环境本身 那个情况 已经很紧张了 很危急了 但是他没有讨论到说 他会不会致命 Peril一出来的话 就是给人致命的感觉 哦 OK 所以你讲到Peril的话 要么就是 跳伞 OK 要么从什么 骑什么山地车 从上面 悬崖向 促冲下来 有没有 OK 所以那个是Peril 或者是 有的人从事什么 其他的走钢索 哇 那个底下都没有放安全网 那个完全是Peril Right Danger的话呢 有的时候只是说 他现在的情况蛮危急的 比如说 这个事情如果 这个事情如果不赶快报告出去的话 这个上面会怪罪下来 这也是一种情况的Danger 对不对 也是一种Danger 所以Danger的范围 就是层次是比较浅的 没有那么大的就是生命的危险啊 什么这样子 Peril完全有生命的危险 而且有可能四肢的会产生 断脚断手啊 或什么样的情况 OK 这个完全就是Peril 意思就是说Peril的级别比Danger高 层级高 对没错 是 层级高 对 咱就理解了 对 谢谢 好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句子本身是That's why That's why That's why 他有好几个why OK 你不要光看why 他前面的句型是That's why 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That's why That's why 他前面举了很多例子 就是你有没有哪一次啊 你把 你你没给人家水喝啊 哪一次你没给人家东西吃啊 这个有的时候问到我们 我们自己可能都愣住 因为我们人生生命几十年里面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有疏忽掉 对吧 我们没有做到什么地方 或者哪一次你得罪了什么寡妇 你没给人家寡妇照顾 你没给人家孤儿过照顾 你有没有啊 你想想你有没有啊 可能我们就有 是不是 可能我们就有 所以 然后后面 他的朋友的结论 That's why 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 你看看身体旁边 你到处四周老是 都是一大堆的网罗 要陷害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会有这种sodden peril 有没有 这些让你这么恐惧惊慌 这些危险的事情 都环绕着你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老是在黑暗中都看不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洪水 都会来掩蔽你 来来淹没你 为什么 对不对 好 老师这边有个 老师这边有个 lofty lofty 老师讲讲这个 and see how lofty 什么叫lofty 我记得说是高不可怕的那种 就是很高很高的意思 是不是 ok lofty这个字通常指的是 又高又远的意思 很高 他也可以指一个人 什么事情 比如他的品格很崇高 很高尚 他的想法很崇高 他的 有这样的意思 ok lofty 所以lofty通常是 不只是高度 而是他高又远 又远的意思 ok see how lofty are the highest stars 你看那些最高最高挂在天上最高的那些星星 他们是如此的什么 如此的高啊 又又远又高啊 他们的位置 ok 他们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他们看的地方也是很远的 ok 就是高到上 ok 他为什么会扯到这个星星来了呢 前面说 It's not God in the highest of heaven 上帝不是在最高的天上吗 ok 那为什么又要扯到星星呢 谁可以告诉我 那是他是不是做了个比喻 ok 前面讲到已经结论了 That's why That's why 这就是你看 你你总有不小心的时候 你得罪了寡妇 你没照顾寡妇对吧 人家口渴了 没给人家喝水对吧 人家饿了 没给人家喝水和吃东西对吧 所以了 That's why 因此了 你的身边现在有很多的网络 这些事情就让你突发的这种危险 就让你非常的胆战心惊 是吧 然后也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 这些黑暗让你看不见 然后为什么会有洪水来淹没你 好 这些都讲完了 这些都讲完了 解释出来了 就是你自己不好嘛 朋友就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他的身上 就是你自己做的不好嘛 你你总有你疏忽的时候 总有你没做到的时候 所以你今天才会有这样的下场 ok这个解释了 他的朋友的解释 然后下面又讲 为什么要讲到 God in the highest heaven 老师是不是他说 神在高的地方没看到他 神太高了 所以就没照顾到他 right 神 他的意思是说 神不是在很高的地方吗 很高的天上吗 在高的天上不是就是神吗 但是你看 星星也好高啊 你能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要提星星了 就像你跟我讲说 马云很有钱 真的是马云吗 我告诉你 马化腾也很有钱哦 这个朋友讲话的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觉得自己了不起 其实你是很渺小的 是吧 他的意思 他现在这个朋友在讲究 ok 在很高的天上 不是就应该是神吗 但是你看看 天上的星星也是好高好高的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 神不是绝对的完美的 ok 很多时候神会有疏忽 然后呢 天上星星也是好高好高啊 是不是 好 下面他看 what does God know ok 你知道 那你就会说了 神到底知道什么 does he judge through such darkness ok 不是都是黑暗吗 因为你身上四周 他前面解了 that's why 这就为什么 你为什么都是走在黑暗里面 那么 神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可是他怎么能够在黑暗中 在黑透过黑暗他都还能够做审判呢 神看得清楚吗 好 那下面这个朋友就告诉他说了 有厚厚的云 vill是那个脸上中东女人的那种面纱头纱叫vill ok 这个厚厚的云就遮盖了他 所以他就看不见我们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vill ok vill 就是像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 进入西方的天主 尤其天主教的大教堂 很多时候那个大教堂是做一个 圆拱顶的 圆形的拱顶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天花板 它的那个天花板呢 天顶是像是一个球形的 那种叫vaulted heavens ok 所以因为厚厚的云遮住了嘛 所以神在来往于这些这个厚厚的穷顶穷仓之间 在这个天上穷顶之间他来往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看不见我们呢 好 下面又说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遵行那些 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走那些恶人的道 恶人最最后他们才走得到 你是不是还要再走那些恶人的道呢 ok 这些关系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能不能理解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是不是在说神不照顾他了 贬低神 然后 no 他的朋友的立场永远是说 ra是jo自己不对 首先他的朋友几个朋友讲都是你不对 你不对 就是你不对 ok 但是呢 他讲的比如说像十二节里面 ok 前面已经讲到了就是说 that's why that's why that's why 有这么多个why 这就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会有 因为你有疏忽嘛 你自己一定有错嘛 你有的时候没有对待好寡妇 你有的时候没有给孤儿吃 或照顾孤儿或什么样 所以啦 这些罪就累积起来了 就会开始在你周遭就有网罗啊 然后就有这些这些黑暗啊 ok 就有这些洪水来淹没你啊 这个这些洪水跟黑暗都预表着 就是说 jobe他所经历过的这些苦难 是不是 撒旦让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 ok 这些给他的试炼 ok 然后但是这边这句话讲 十二节讲 哎 在高高天上的不是应该就是神吗 但是我跟你讲 天上还有星星也是很高的呢 你说啊 在天上不是应该就是 最高的天上就应该是神吗 我告诉你 喜马拉雅山也是很高的呢 这样能不能理解这个讲法 这个口气 怎么能理解 嗯 明白了 知道了老师 对 就是说 我们一般想 在高高天上的就是神 对吧 哎 不对 不一定都是神 还有星星也是很高的呢 ok 然后他下面解释就说 很多时候 那你会说啦 你可能会说 你说哎呀 那神知道什么 因为在黑暗之中 神看得见什么 他哪能审判呢 哎 你不了解 神不能审判的原因 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 云层太厚啦 他从那个穷顶上面 穷仓上面 就看不见嘛 所以就会这样的情况 ok好 下面十五节问说 well you keep to the old path old path path是那个走的 行走的那个 那个道路 ok 那些古旧的道路 that evil men have have crud 什么叫 crud 老师我记得你说 踩 踏 对 用脚去踩 踏他 踏他 那些邪恶的人 他们都走过 这些老旧的这些道路 ok 这些古时候的道路 其实这些恶人都走过 那些邪恶的人 他们都踩过去的 都走过的 那你还要坚持 你自己要走这些 这些路线吗 这些路吗 这些古时候的路 ok 那些恶人曾经走过的路 你还要坚持走这种路吗 well you keep to keep to就是一直保持在这条路上 你就死不放手吗 你就要一直在走这条路上吗 好 然后下面就要告诉你 他的朋友就告诉 joke 如果你坚持走这些恶人的路线的话 恶人会怎么样 恶人的下场是怎么样 他的朋友 你注意他几个朋友都很 很坚持的告诉他有关恶人的下场 恶人的下场 他们会被carry off carry off是把他们怎么样 扛出去 拉出去 背出去 ok before their time before their time 这个their time是指他们的生命的终期 终止的时候 我可能活65岁 你可能活78岁 他可能活89岁 that's your time 在他们的时间终点到达之前 他们可能就已经都被带走了 他们的基础foundation 根基就被这些 这些洪水整个给洗掉了 冲刷掉了 所以他的朋友想告诉他的就是说 你不要再坚持走恶人的路线 他们认为就不是在走恶人的路线 ok 你不要再坚持走那个了 因为呢 这些恶人最后他们的结果 都没有好下场的 有没有问题 老师明白了 就是告诫他 不要再走了 对 他们认为 Job现在在走的是恶人的路线 邪恶人的路线 所以他们在劝他 他们费好大力气 一直说 一直说 对 他可以说42章的 然后他们还跟神说怎么样 他说这些邪恶的人会跟神说 Leave us alone 神你不要管我们 你离开我们好了 ok 那全能者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这样子 我们就是走恶人的路线 ok 但是呢 It was he 但是你不要忘记 是神 he是谁 是神 神给他们的房子里带来美好的事物 So I stay in the roof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wicked Stay in the roof 我们上次讲什么意思 Stay in the roof 你说那个冷眼旁观 对 我就站在旁边冷眼旁观 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站在冷眼旁观 这个其实都是他说的话 你们看到这个地方 他说 他说 他们这些恶人会怎么说 怎么做 然后呢 It was he who fill their houses with good things 但是上帝 纵然是恶人 上帝也是把他们的房子里都放了很美好的东西 So I still stand aloof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wicked 所以呢 我就是站在旁边冷眼旁观 跟这个恶人是保持一段距离的邪恶的人 然后看到恶人的下场 这些义人的反应是什么 See their ruin 是什么 被毁掉了 毁掉 是不是 看到他们恶人被毁掉 他就rejoice 他就好高兴 OK The innocent 这些无辜的人就mock them mock 是什么 就嘲笑他们 嘲笑他们就说了 Surely our foes are destroyed 什么叫 foes Foes 那 那 老师我这里看不见那个feels 是不是填满 Foes是敌人的意思 敌人 敌人 Foes是敌人 那些敌人都被毁掉了 OK 火呢 都把他们的财富都给吞食掉了 OK 好 Submit to God 你要怎么样 要顺服神 OK 你要完全的导向神 然后呢 才能再跟他一起在平安里面 享有这些 OK 你要完全 所以我们的submit OK Submit to God 是什么意思 Submit to God 提交给神啊 提交给神 然后我们要对神怎么样 我们就是把自己整个交出去 顺从神 对不对 顺服神 Submit to God And be at peace with Him 我们就会跟神一起在平安里面享受平安 In the way Prosperity will come to you In the way 在这条路上你一直走走福音的正道的时候呢 自然就会有福气 兴旺 或者是这种繁荣 OK 这些福气就会轮到你身上来了 OK 好 有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 应该没啥问题 有个nugget 老师那个 nugget nugget 在哪里 nugget 在哪里 nugget 你们有没有吃过一个 麦当劳里面就有一个chicken nugget 有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 没有 没有 对啊 那个 就叫做chicken nugget 你在麦当劳吃那个 chicken nugget 有没有吃过那个鸡块 好像是12块还是15块 一个盒子里面都是炸的鸡块 鸡肉块 叫chicken nugget 中国有这个吧 也有那种叫鸡块 一块一块的 那个东西就叫nugget 那个东西就叫nugget 所以什么东西一块一块 小小的就叫nugget 卖到老卖的东西叫chicken nuggets 鸡肉的块块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nugget就是小块的东西 chicken nuggets OK 好 那现在呢 他这里讲的是什么nugget呢 你看一下 他这里讲的是 and assign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回到全能者这里来 you will be restored 你就会重新恢复了 然后呢 然后假如 if you remove weakness 你把那些邪恶 他的朋友的看法就是 从开始就断定 是约伯自己不好 他很邪恶 他一定有做了干了坏事 所以上帝才这样对他 这就是他朋友的论点 OK 那假如你把 他跟约伯讲 假如你把你的这些邪恶的事情 这些恶啊 全部从你的帐篷里面移除掉的话呢 然后 assign your nuggets to the dust 这个nugget指的是什么 五时候有什么 不可能是chicken nugget 对不对 五时候有什么nugget 这个nugget指的是宝贝 金子 金子也可以是nugget 金块 一块一块的 像中国人是做成元宝的形状 银子金子做成元宝的形状 他们是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后来大一点就变成金条 对吧 那个时候是小金块 所以这些都是nugget 是他的宝贝 你把你的这些宝贝 assign your nuggets to the dust 这里有一个assign to 什么叫做assign to 老师是不是分配给你 OK assign通常是分配的意思 对不对 比如说老师把这个 功课家庭作业分配给你做 OK 好 但是在这里呢 assign to是什么意思 老师我听你说指定的什么 你把你自己的nugget 这个nugget指的是小金块 小宝石或者是宝贝的东西 你把你这些东西呢 这些宝贝的金块给他丢到 assign to就有你主动的把它给丢出去 而不是被迫的了 叫assign to 你就把它丢到那些尘土里面去 丢到尘土里是什么意思 老师是不是扔了就不要了 就是你主动的丢掉不要了 OK 你就主动的把这些金子啊 宝贝的东西都给丢到尘土里去了 and your gold of offer to the rocks in the ravens 这个gold of offer是什么东西 offer应该是个名字吧 对 那个地方就是产 那个地方就是产很好的质量的金子的地方 你在所罗门时代的时候 有没有 所罗门时代的时候 他很多东西就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去 去进来 如果要盖圣殿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之后呢 他讲的是这个 offer的这个金子 黄金 OK 你把它to OK 前面有个assign什么什么 to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assign 就是把你的金子 offer的金子呢 把它丢到那些石头 大的磐石 这个rocks不是小石头啊 是大的磐石里面 OK 大的磐石 丢到这个revines 这个是什么东西叫revines 那是那个吸水 它是那个河水那一条吸水 对不对 OK 所以呢 他把它主动的 那个我也不要了 金子我也不要了 OK 虽然是offer来的 offer地方来的这个贵重的金子 这不是一般的金 但是我也把它丢到河水里面的那些大磐石里头 我都不要了 丢出去以后就会产生什么结果 你没有金子 没有银子 你自己都丢出去了 你主动丢出去以后 the almighty will be your goal 那么这个权能者 你就会得到这个权能者 权能者就成为你的金子 他就做你的金子 而且他也做你的choices silver 注意这个choices是最高级 the choices silver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the choices silver 什么样的银子 精选的银子 精选的 不是普通地里面挖出来 它是经过精选的银子 所以你获得的 你丢掉很多宝贝 没有错 把那些金子丢在尘土里 丢在河床里面的石头上 但是呢 the almighty 造物主全能者 他自己本身就成为你的金子 就成为你的 的你的银子了 对你精选的那个银子了 对就成为你精选的银子了 就给你了 所以你得到了 the almighty 这是他朋友劝他的 你那些金子都不要了 我告诉你 神会给你更好的 全能者就会把他自己变成你的金子了 就劝他把那些全能人掉吧 对 然后让神兰做你最重要的 that's righ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他们都是在劝他 就是说 哎呀 一定是你自己有错了 不可能你 怎么这么可怜啊 遭遇 你的境遇 这么可怜 遭遇这些事情 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什么什么的 不是神 不要怪罪神 也不要埋怨神 这样子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能council是不是有顾问的意思 有询问 在哪里 在前面来着 那个十六节 十六节怎么样 那council 不是十六节 council我们 15 21张吗 二战二战 18节 18节怎么样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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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the council from the council of the wicked 这个council是什么意思 我上次讲过这个council 对不对 是说计谋 就是他们这些 这些恶人 他们在那里 想尽这些方法 OK council 就计谋 对 他们对这些事情的council 就是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计谋 council council这个字本身 我们来讲讲这个 这个council本身有什么意思 保护 老师 还有个council 是什么 council 是人 做那些事情 council这个字本身 也有一个顾问的意思 OK council 或者是有的时候 有些国家 这个是法庭上的辩护人 公诉的辩护人 也叫council 或者是法律顾问 现在做我的legal counsel legal counsel 比如说我是 council legal counsel 法律上面的顾问 right council 那么council 在这个地方还有就是指他们的计划 他们这些坏蛋 这些恶人 他们的计划 有没有 OK 我们看一下 他们的谋划 他们的计划 council council of the wicked the wicked是恶人 所以我就要离那些恶人 他们的这些计划 他们所做的这些计划 我要离他们远一点 是吧 我要冷眼旁观 我要去观察他们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 有没有其他的人有问题 谢谢老师 没有问题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记得这个submit to 是顺服神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你自己给交出去交给神 把你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上 这个就是submit to god submit to god 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那个lay up lay down是躺下的意思 lay up lay up是 比如说在一张桌子上面 把你包包里的所有钞票 摊在这个桌上 叫lay up lay up 通常是在一个表面上面 你把它摊开来 他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把神的言语 存在你的心里面 你把它整个摊开来 把它摊在你的心里面 叫lay up 全放出来 走在你心里面 全翻译 对 也就是说你要把 他朋友还是劝他 就是说 你要接受神 神的教导 神给你的教训 你就要接受 from his mouth 从他的口中就要接受这些 另外你还要把神的言语 整个放在你的心里面 一定就是你这些事情做得不好 才会今天有这样的结果吗 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ok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老师还有一个那个 downcast是吗 downcast 后边的 在哪里 在哪里 在 那个 downcast downcast 可以downcast downcast downcast是什么意思 downcast 所以 他会拯救 ok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因为你是 你因为 ok 你看这个前面在讲 ok 所以你 你如果做得好 你以神为中心的话呢 you will pray to him and he will hear you 神就会听你的祷告 而且也就会完成 成就了你的愿望 ok 好 有什么好处呢 ok 你凡是你想做的事情 都能让你达到你的心愿 而且光亮也可以照亮你所行的路 啊 这个是太好了 那么当有那些人 brought low 是指那些降为卑微的人 你说一句话 上帝就会因为你的关系去拯救那些人 因为你是 因为你是righteous嘛 你是什么blameless 对不对 所以你在上帝前面讲话是有份的 你在上帝前面讲话的时候 啊 是很有分量的 所以你说一句话 你要拯救这些人 上帝就会怎么样 上帝就会听你的 是这样的意思 ok 好 所以我们看 ok 那些人如果他们是brought low are brought low 他们被降为卑微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说 啊 lift him up 你会跟神说 啊 把他们 让他们高高的升起 让他们高升吧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神就会做什么呢 神就会拯救那些那些因此而降低的那些人 the downcast指的就是那些比较颓废啊 或者是比较沦落啊 或者是那些变得比较卑微的人 神就因着你说的关系就去拯救他们了 这个叫the downcast 没有其他的问题 明白了 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老师第七节 第七节 ok 22章的第七节吗 对 22章的第七节 有一个不空字 就是这个 with wary with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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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withheld 是把什么东西给扣下来 抓住 把它放在手上 不把它拿出去 这个叫withheld ok 所以如果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在发放粮食 但是你就扣住了多少 两万两的 你就把它扣留住 你就故意不拿出去 去发送给这些可怜人吃 这个就叫withheld 我手上有预算一百万人民币 但是我扣住了二十万不给你们 这个叫withheld withheld 我现在对这个灾后的同胞发救济品 但是呢有我有二十万斤胡萝卜 我中间有五五万斤 我就故意不发放 扣住了 这就withheld 老师那既然是这个withheld 是控制扣留 那个就是控制的话 这个直接用个held 不解释这个意思吗 保持住这个食物 不给这个 hold是说没有扣留的意思 hold是说抓在手上 withheld是purposely 你故意的 你不给人家 两个字有一些意思上的差别 hold比较强调 比如说我现在坐公车 公交车 我手上抓着那个扶手 那个是hold ok withheld呢 是你扣留住 这是看不见的 隐形的 我故意把这个扣留住 这个五十块 五十箱的饼干 就是不给你们吃 withheld 嗯 好我们班牙老师 这个wary 是一个贫乏的 是吧 老师 对 wary是什么东西 我们常常在唱基督徒的 圣歌里面的时候 常常会有wary 这个词 ok the wary the wary ok the wary 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是那一种人 ok 就是那些极其困顿 已经非常疲乏的人 我们不是有一个叫做 凡老虎 什么叫老虎 但重担者 来到我这里来 对不对 那些人就叫 the wary wary就是本来是形容词 他在这里 他就是一个名词 the wary 就跟the poor the rich 一样的道理 ok 就是指那些已经 已经被操的 没有办法 他疲倦至极 他已经是 简直是操劳过度的 这些人 他身体都承受不住了 这种人叫the wary 所以第七节里面讲的 就是Job 他的朋友跟他说 你肯定有做错事啊 是不是 你可能没给这个 没照顾这个寡妇 没给这些什么 孤儿们吃东西啊 然后你可能 没给这些老虎 中担的人 给他们喝水啊 你可能扣住了食物 没给饥饿的人吃啊 你肯定干了这些事情的 好 另外还有一个老师 第四节 前面第四节 我们看一下第四节 好 第四节这里有一个 就是 就是 Piety 它是 它是 它是敬钱 Piety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 Piety是他的敬钱 OK 所以他前面讲 他的朋友现在在质疑他的行为 是不是就是因为 你说你做义人 If you were righteous 然后你说你是 对不对 可是你这样做 上帝会有特别高兴吗 上帝会有什么样的高兴呢 上帝会因为你是无可指责的 上帝就会得到什么好处吗 好 在下面讲说 他现在用他的长处去攻击他 他的长处一个是righteous 一个是blameless 对不对 就是他的长处 现在讲说你这样做 上帝会特别喜悦吗 就特别高兴你这样吗 特别上帝会特别得到什么吗 有获得什么利益吗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敬钱 而导致上帝怎么样 他来斥责你 然后同时呢 他把这些罪名 OK 都来拿来对付你 bring charges against you 他故意拿这些罪名来对付你 是不是因为你敬钱的关系呀 是因为这样子吗 OK 而不是因为 is not your wickedness great 难道不是因为你的 你的什么 你的罪恶太大了 嗯 OK 所以这两个已经在做比较了 OK 是因为你敬钱 所以上帝斥责你吗 或是因为你怎么样 难道不是 不是因为你说你的罪恶太太深重了 或者是你的罪根本 灵里面的罪是无穷无尽的 他要他跟Job讲这些事 要Job自己怀疑自己 自己审视自己 自己认为自己就是有罪的 OK 明白老师 这个地方是一个名词 我把他那个和那个godly 我说也是敬钱 那敬钱的那个是形容词 那是形容词 godless right 这个是piety 是你的敬钱 虔诚不虔诚的问题 好 谢谢老师 没有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这个piety和那个devout 那个敬钱 哪一个敬钱 devout D-E-V-O-U-T 哦 devout yeah 你说说 这两个有三区别 OK devout 指的是一个人是虔诚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piety是一个名词 这个是我可以讲的 而且devout特别强调忠于某一种信仰 它叫devout piety就是它虔诚 就是名词 这样子 好 我们有其他的问题 devout 是虔诚的 这个是叫虔诚 坚强 right right 谢谢老师 好 好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书 OK 好 来讲一下两个书 看一下 谢谢 课数我们今天是 二十几节了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看一下二十四节 我们昨天好像有两节一起读 所以今天可能就比较容易一点 看一下 OK所以我们昨天讲的是 OK二十四节 一个人如果听到不行道 他就好像在镜子里看自己 然后下半节就是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 当他看完自己以后 goes away and immediately forgets what he looks like 很快的马上的就忘记了 因为他马上就走开了 他很快就忘记他自己长得像什么样子了 OK looks like 他的长得像是什么样子了 OK 所以听到而不行道 到底听到不行道 这两者的关系有什么问题 听了到不行会怎么样 会容易怎么样 嗯 就像你学英文 你学完这个字以后 你听过一次 哦有这么个字 然后你没有自己去练习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自己去练习的时候 会怎么样 他会忘记了 你就忘记了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说你听到而不行道呢 就是结果就是你会忘记自己的长相怎么样 你就镜子里看了一眼 然后你就立刻走开了 所以很快的你就忘记了 你长的是什么样子 OK 一样的道理 OK 好 So anyone who listens to the word 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 does not do 就是不这样做 这个道所说的道理 他都不做的 i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looks at his face 你要看什么东西 叫looks at 专注的看 looks at OK So looks at his face in a mirror 在镜子里头 专注的看自己的脸 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 goes away 他看完自己的脸以后 look at 看完自己的脸以后呢 他就goes away and immediately forgets what he looks like 就马上忘记 他看的是像什么样子的了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今天再还是 一起读这两节吧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谁给我们读一下 谁要朗读的话 帮我们读一下 先来说 是谁 好 来 anyone who anyone who listens to the word 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 i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his face in a mirror 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 goes away and immediately for guess what he looks like for guess what he looks like very good perfect thank you 好 再来我们看 这个是谁 这个是 这个不知道是谁 老师 老师我来读 是你 好 你来读 OK 好 anyone who listens to the word 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 i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his face in a mirror mirror 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 goes away and immediately forget what he looks like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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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immediately,right,immediately,好,所以给我们再读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Andrew来,Andrew 好,来了 啊,anyone who listens to the word,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i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his face in the mirror,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goes away,and immediately forgets what he looks like right,okay,very good 谢谢,我们再来一个,Lidia来,Lidia,谢谢 谢谢郑老师 anyone who listens to the word,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it'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his face in the mirror,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goes away,and immediately forgets what he looks like very good,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再来 Greek Greek来 谢谢 thank you anyone who listens to the word,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i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his face in the mirror,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goes away,and immediately forgets what he looks like what he looks like that's right,very good,thank you,goes away,goes away,good,好,再来,还有谁要读,看一看,okay,好,anyone who listens to,listen,listen,listen to the word,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 注意这个says,我昨天讲过,s-a-y,它的原形是say,这是长音,当你有动词变化的时候,says,says,它是一个短音的,中间是says,so,你念起来的感觉是这样子,but does not do what it says,我不会说,does not do what it says,不会这样读,does not do what it says, just not do what it says,that's good,that's good,okay,it's like someone who looks at his face in a mirror,and after looking at himself,goes away,and immediately forgets what he looks like,好,谢谢,还没有其他的人要读,thank you,Greg, 好,没关系,那我们今天这两节就到这里,okay,好,那如果有其他的这个什么的话,我们在,可以在群里面讨论,可以在群里面讨论,然后,我看看我,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再讲一下,我再想一下, 刚刚聊你,你讲的那个devout,跟那个,piety,piety,right,跟devout,okay,好,通常devout,okay,devout这个字是指的什么东西,它是通常是指的是宗教上面的,devout这个字比较强调宗教上面的,okay, 它是很,有很深的感觉,然后有很深情,特别是这个,特别是宗教上面的用词,这个devout,piety呢,有的时候呢,它这个虔诚呢,是只是强调就是说,它是对于感情的这种公开的表达,我就是对这个事情很虔诚,我就是对这个事情很投入,所以piety呢,它的宗教性比较没有devout这个字那么强烈, 所以devout会比较深刻一点,okay,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圣经上也是用很多词用piety,对吧,好,老师,这个piety是不是说,就像那个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是说是虔诚,也可以用这个词,是吧? piety就是说,指的就是你对一个什么事情,你很公开的表达,你对这个事情,你很忠于他,你就是这样子,你对这个事情,你很忠于他,devout就比较宗教性比较强烈一点,devout就是完全, 一般来讲,susan,你说我说反了,看一下,susan,你讲好了,我记得的devout好像是,piety是比较强吗,还是怎么样? 哦,是,GPT给了答案,说piety这个词,这个词通常用于表示对宗教信仰或敬虔和尊重,尊敬,一个虔诚的人可能会遵循宗教仪式礼仪道德标准,并表现出对上帝或者神明,就是某个宗教的神明的尊重和尊敬, 就尊敬和崇敬,特中了宗教上的虔诚和虔诚的行为,devout这个词描述一个人拥有坚定和诚挚的宗教信仰,但不限于宗教,一个devout的人很可能在宗教以外的生活方面也表现出高度的忠诚和虔诚, 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对道德原则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而不仅仅是宗教信仰,所以总之piety更强调与宗教相关的虔诚,而devout更广泛的用于描述坚定的信仰和忠诚,那么可能对女王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 不晓得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从来没有用过这个,OK,所以devout是比较,等一下,piety是比较宗教性比较强的,是不是,强调就是说,然后devout的话强调就是说,他对某些事情,他很愿意公开的承认这件事情,是不是, 好,OK,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再把它搞清楚一点,我看看,还有一个devotion,还有一个devotion也也是,也是这种很虔诚的意思,devotion, 因为devout是一个形容词,OK,看一下, devotion,现身于什么东西,devotion,有没有,devotion是他的名词,OK,所以大部分就是说在devotion的话,比如说我们每一天的,比如说 每天的日常的生活,OK,piety你可以讲说是你的,你对什么东西很敬钱,OK,你对什么东西很忠诚, 对什么东西很忠诚,OK,对什么东西很忠诚,当然一般来讲最好的用字就是godless,OK, 比如说godly,有没有,还有我们讲什么godless,有没有,godlessly,没有,这两个,godly,godlessly,这也是我们常常用到的,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哦,是这个devotion,就是聚会可以说devotion time,是吧,devotion time,什么样的聚会,等一下,你说的是什么聚会,就是这种比较主内的这种, 哦,devotion time,你指的是,OK,我觉得这个是他们,devotion time,我们教会用的方法是指它,它是一种奉献的时间,now is our devotion time, 比如说有些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它会在聚会的时候,它可能传一个东西,收奉献的时间,是不是,devotion time,你们会是这样用吗? 嗯,我说就是普通的聚会,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分享神的话,然后就是,那除非我觉得是,我们教会倒没有这样用,但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们把它称之为一个devotion time,这个时间我们特别奉献出来,就是给神的,比如说,我们的话,我们bible study,就是bible study,读经的时间, 然后我们如果是专门祷的时间,我们就是专门祷告的时间,每个教会可能教的方法不一样, 谢谢 Josh 他想问他想问的是不是Counsel跟Counselor的差别 Counselor是使馆吗 对Counselor是使馆 领馆 Empathy是使馆 还有一个Counselor 还有一个Counselor 刚才你没有讲这个Counselor Counselor OK好 我们这个里面的Counselor在哪里 我们没有看到 在哪里 刚才是29节 哦29节我看一下 没有啊 21章是不是29节 21章的 22章的 29没有啊 我不知道那个Counselor到哪去了 找找找 找找找 好几处有点 差不多在这里 这里Counsel 是不是 这个Counsel吗 不是 有几个Counsel 一个是这个Counsel 一张 21章 老师21章 第二节 Counselation 21章的第二节 对 Counselation 这是他的名词形式 OK 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他的 记得吗 22章18节 22章18节 The Council of Wicked 对 就在18节 我们有一个地方是讲他的安慰 有没有 Counselation 这个是安慰 B的Counselation OK 21章34节 30 31章 34章 OK 我们看一下 34节 OK Counsel 这个Counsel OK 所以 你现在讲的是 一大堆的Counsel OK 有好几个的发音都 非常相近 OK 所以 我们讲的 先一开始 Counsel Right Counsel 还有Embassy Right 这个是我们没有问题 Right 领馆跟使馆的差别 Embassy是大的 是使馆 Counsel 是你的 这个 领馆 领馆 OK 好 然后再来是 Counsel Right 跟Comfort Right Comfort 这个都是安慰 可是Comfort 比较具象 比如说一个小孩 老是抱一只狗 那个狗是可以 Comfort 他 可以安慰 他 他老是抱一条毛毯 那个毛毯 可以Comfort 他 可是这个Counsel 就是怎么样 就是安慰 这个安慰 是比较强调情绪 心灵上的 这种安慰 OK 比如说像我们 现在这样子 How can you Counsel me with your nonsense 你怎么可能 用你的这些废话 Nonsense 一点都没有意义的话 叫做Nonsense 你说的这个话 都是废话 That's nonsense 你怎么能用这些 没有意义的话 来安慰我呢 你们说的都不对呀 水月博在讲 你们安慰我的 跟我说的这些 都是不对的话 都是没有意义的话 OK Counsel me with your nonsense 所以这两个Counsel OK 你就要注意了 一个是Comfort 一个是Counsel Counsel是比较精神上的 灵里面的抚慰的 Counsel呢 一般来讲是东西 或者是他 这个东西 我含一块糖在我嘴巴里面 可以让我比较舒服 我拔完牙以后 Counsel me 那个小孩满眼泪 好那医生说 好给你吃块糖 或者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贴纸 一个玩具 让你Counsel me 这个叫Counsel OK 好有没有问题 灵里面的叫Counsel C-O-N-S-O-L-E 灵里面的情绪上的 给人家的这种安抚 比如说我在悲伤的时候 我们家里遇到什么灾难了 OK 我的老师跟我说说话 我的长辈跟我说说话 那个就是Counsel me 那就不是Comfort 对 Comfort正是那种东西上的 实质上的Comfort 我手上棍穿地震 小孩爬出来 手上抓着妈妈的衣服 因为那个给他一个Comfort 对不对 给他一种安慰 或者是抓着自己家里狗的脖子 Comfort 他就觉得有安全感了 他觉得有安慰了 对 我明白就是 对 所以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 刚才那个苏晨提到一个Counsel Counsel OK 我现在做一个工作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工作 我做一个顾问公司 Right Counsel OK 这个是顾问 OK 所以我们可以常常讲说 Foreign Student Counselor 我是外籍学生顾问 Foreign Student Counselor 学校常常会有设这样的一个位置 给外籍学生 你们外籍学生对于选课 对于什么东西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请教你们的外籍学生顾问 所以是Foreign Student Counselor Counselor就是做顾问的工作的叫Counselor 做这个工作的人叫Counselor 或者是你也可以称为顾问 或者你也可以Counselor 有时候也许可以称为辅导员 OK 那在大使馆里面也有Counselor这个位置 Counselor在大使馆里面 我们通常中文翻译的比较好听 叫参赞 有没有 你去办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像一个那个咨询台一样 他可以提供很多的意见 OK 那是Counselor 所以Counselor做的是这个事情 辅导员 参赞 在大使馆里叫参赞 辅导员或者是顾问 我开一个工程顾问公司 凡是从中国来要到美国来做什么工程的 你们都来找我顾问一下吧 这个就是Counselor OK 懂了 谢谢Counselor Good Thank you OK 所以我们今天那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群里面再讨论 好 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 明天的见证 谢谢 谢谢 OK